大家好,今天来聊一下 如果你的脚底有这些纹路 表示你会变得富有 这是财富的象征 这是印度想法 事与不事看看就知道了 首先呢 在你的脚的中指吧 下方有一条细长的线 类似于首相中的事业线 大概是历明左右 如果这条线越明显 越清晰 表示获得的财富就越多 不过这个财富呢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积累的 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 所以这也算是事业线 第二呢 还是在脚底的中线的位置 左右也没关系 偏一点不要紧 有一条鱼的纹路 就这样的 那么表示呢 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呢 是突然之间获得大的财富 那个事业线呢 是慢慢积累的 就是事业呢 是越做越大 慢慢积累的过程 那么这个呢 是刚好相反 是在短时间内 突然之间给你的 突然之间获得的 这属于在中国来讲 就是意外制裁了 或者偏财了 不管吧 这也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那第三呢 是这个 在大脚趾 应该是 应该是大脚趾吧 一条细长的线 这个的话可能 就是一厘米 或者说 对大概是一厘米左右吧 这表示是你做工作期间 就是上班啊 工作啊 工作获得提把 或者说 在工作当中得到了好的一个 比如有良好的一个回报了 就属于升职加薪 这个钱财可能不多 但是也算是一种提升吧 这种财富 就是在工作中 或者认可 业绩啊 做得不错 这么一个回馈吧 或者说你是老师 那么表示可能 比如说这个支撑啊 提升啊 类似吧 就是随着你的工作的认可 得到的一个财富 还有呢 是第四啊 是在 应该是脚 中间那个位置吧 一个弯嘛 那这个呢 在古代来讲呢 是属于车马线 就是拥有马匹 因为古代的话 马是不常见的 拥有马匹的话 其实也是富有的象征 因为在现在来讲 车子也 比较常见了 也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 那表示说会有豪车 豪车 什么老史莱斯啊 宾利啊 类似吧 这种豪车 这是豪车的象征 出行啊 有豪车接驾 这么一个意思吧 有这个车的话 那又表示有钱了 那第五呢 是这样的一个线吧 两条吧 那这种是属于房产的一个象征 多处房产 或者说在古代来讲是地主吧 那现在来讲就是多处房产 房产也是财富的象征 房子不管什么时候啊 都是有钱人这个特征了 可以作为自己是房东啊 怎么样了啊 就是多处房产的一个体现吧 第六呢 是在脚的中央吧 一个小开口 或者说 这个也算是一条小鱼啊 也这样的一个纹路 那么表示呢 是会有一个有钱的配偶 或者说你结婚之后 会变得有钱 为什么 因为配偶带来的财富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每个纹路啊 代表的这种财富的来源呢 是不同的 或者说有不同的一个体现吧 如果全都有 那恭喜你啊 这个值日可待 如果有一个那也不错 事与不是呢 看看就知道了 好 就讲到这里了 是不是 对 那你 我不是评论的 这么多结婚了 也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